纳吉昨天召开紧急记者会 掀起国内紧张气氛 原来是要宣布前雪州大臣丹斯里 穆罕默太义回家了 这位曾经几次跳槽的老练政治人物 以公众党鲜少关注乌易克提会由 重回巫统怀抱 惹来了点名和不点名的明朝暗讽 当中又以公众党内部的声音最为激烈 如果你有关注雪州大臣的推特账号 那你就一定有看到 阿兹敏昨天连连呛讽纳吉的记者会内容 而其中他还留下了这一段粤语 搜狗包机回收旧报纸的贴文 而他今天就这样解释 每天天有一个中国人 用他的车子 走到我的住宅地区 在安庞 然后说 你不认识 我只认识 你不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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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这位既是雪州大臣前辈 又是公众党前党员的人 阿兹敏不愿多谈 只是在记者追问下 还是安耐不住 再踹对方一脚 阿兹敏指出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谁走了 而是谁留下来一起奋斗 而他的秘书透露 阿兹敏将在明天召开记者会 正式回应有关穆罕默太义的事宜 八度空间陈宝儿刷亚南报导 我改问说 不要忘信 消息 二 二 是不是